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,空气里都弥漫着温馨的味道,不知道这个圣诞节大家都有什么打算呢? 因为疫情的关系,感觉已经好久没下馆子了,每天在家做饭也快吃腻了,真的好想念火锅烤串奶茶呀。 对了,突然想到被称为AsianCostco的餐饮批发商新台湾,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外卖APP,名叫Anti Foods。 大洛杉矶地区很多知名的一线餐厅都是和新台湾批发餐具和食品,散卖便宜,城乡的买更是划算。 它们不仅有火锅菜,还有各种新鲜的海鲜,包括虾、干贝、蟹肉等等,以及各类防疫用品,比如消毒湿巾、消毒液、口罩,还有许多可爱的人气饮料以及小零食。 除了这些商品以外,还有更多细致的分类,包括清洁用品、调味品、奶制品、厨房用品等等,简直应有尽有呀。 它们还有送各种火锅菜,让我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呢,像我这样无肉不欢的人,当然要多点几份肉啦。 这个麻辣锅底看着也不错,加上加上,然后再点一些蔬菜和丸子。 嗯,再犒劳自己一个冰淇淋好啦,哇,还真的有耶,开心。 哎呀,不知不觉竟然点了这么多好吃的,除了火锅菜以外,还是忍不住加了好多零食。 结单时,可以在APP上选择预约一个自己想要配送的日期。 嗯,那我就约个明天吧,我下单啦。 看着,וב 的面子 嗯,呢? 嗯,员, 嘛o.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